各位家長,大家好,我是蘇sir 做完講座之後,大量的家長查詢聲中面試班 為什麼是必讀呢? 我就再錄一段影片,再說一次 在小六的時候,很忙很忙 包括懲分事、面試 其實剩下五星、小六的八月 是有空去找面試班的 但是懲分事、聲中最重要是看成績 面試也是其次 所以這個影片班 確實是在三個位置可以無限重溫 比實體班更加實用 家長就可以一起看 第一個面試的日期 直至中學大概是十月份就要報名 第二面試時間就是小六在三月 那些日子差很遠 所以你上完實體的面試班 都很快會忘記了 反而有影片 考之前的星期再溫一溫 就事半功倍了 不需要再想回老師說了些什麼 最後呢,扣門都有機會面試 所以三個面試 很多同學教授都未必知道 所以是必讀的影片班 包括什麼呢 就是十堂影片 之前錄影、錄製的 超級重點考考的內容 很常見、常考、常出 十堂影片 搞定不完 筆記 有直至中學天書送給大家 早點要考慮 因為十月、十一月就要報名面試 全年這兩年 即這年多 我都可以幫你 可以盡量解答你的選考問題 升中機制 甚至乎一些面試問題 我都可以盡量幫你提 幫你做個諮詢 很辛苦的 希望大家可以體諒 就著來問 第四就是面試 那個模擬面試 你可以拍片 介紹自己 介紹為何選擇這間學校 甚至乎填表怎樣填 你都可以問我的 第五 其實升中面試 不是為了升中 人生的所有行為 品行、態度 都要靠面試裏面去訓練 包括禮儀、必答題 背負所有的項目 如何出眾 如何看圖作文 如何討論 如何分析時事 如何深算 這是很重要的 不可以用筆試 所以直接問你 數學深算題 有二十多題 是必出的 在裏面教大家 有些心詞、誠語訓練 就足夠了 不要放太多時間 即是在一個面試班上 甚至乎八月 這十堂就看完 一個星期看兩堂左右的影片 那就OK的了 這個很有信心 因為每年都幫助 超多的小六學生 在面試上成功 但是最重要 都是成績的 所以學校要些什麼呢 成績之餘 你就報這個面試班 是必須報的 因為你怎樣都要面試 上到中學就可以一條龍去到 六年 最重要的六年 這個一定是要家長 幫忙盡力 去幫小朋友報讀 每年的五十名額都很快滿 那你快點 WhatsApp 6977773333 然後過數全根 就可以獲得這十條片 和我的無限支援跟進 首月不滿 全數退還給你的 那記住 我們一起要盡力 一起盡力做好每一個步驟 幫小朋友找開心高校的學習方法 從而我們盡力而無憾 那我們在這個 影片班的課堂見大家 一起努力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再問 Mr. Jenny 或者問我的 拜拜 加油 盡快報讀